烈日當空曬到凍 天文台星期日下午錄得36.1度 破紀錄成為最熱的7月天 上水更加一度高達39度 在這個氣候暖化的過程中 一定會繼續裏破高溫 這是必然的事實 大家都看到近年這幾天 歐洲都很熱 英國的高溫紀錄都超過40度 所以這些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如果說到近日的天氣溫度 一定就是氣候暖化 這個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如果現在還有人說氣候變化不是人為 這個絕對是不可能的 岑志明宗說以後高溫天氣陸續有禮 提醒市民要小心中雪 天文台前助理台長梁榮武就說 星期日高壓積非常強 令到空氣下沉 因此天氣晴朗和炎熱 而上水位處內陸 欠缺海風很難散熱 因此下午時份氣溫就會攀升 成為最熱的地區 酷熱天氣之下 另一位前台長林超英 就繼續堅持不開冷氣 用USB風扇製造氣流降溫 仍容易熱但不辛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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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